伙伴持续加强国际海运领域监管 依法打击违法违规收费 哄台运价等行为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做好跨周期调节 进一步稳外贸的意见 意见提出 鼓励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 签订长期协议 引导各地方进出口商协会组织中小微外贸企业与航运企业 进行直客对接 支持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 风险可控前提下 利用普惠性金融政策 向符合条件的小微外贸企业 提供物流方面的普惠性金融支持 持续加强国际海域领域监管 依法打击违法违规收费 哄台运价等行为 依法依规调查涉嫌垄断行为 在多双边场合呼吁共同畅通国际物流 完善日常监测和应急调度机制 增强港口间协同配合